久远时辰花莲美食巡回展即回家时聚花莲县石雕博物馆典藏作品展 从10月22号到12月12号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盛大展出 这是花莲县文化局与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首次馆季交流 希望能够透过展览合作与交流让民众可以欣赏到花莲的十一之美 也与石雕艺术结缘 花莲县石雕博物馆开馆第20年首度应佛陀纪念馆的邀请展出 希望可以透过馆季交流影响力传达全国民众及国际友人到花莲看石雕的印象 同时也把花莲石雕博物馆珍藏的典藏品 同时也把花莲石雕博物馆珍贵的典藏品走出花莲推广石雕之美 我们很多图案石跟佛相关的呼应来到这里展出 我想来到这里有很多的英语剧组 第一个英语剧组是来到了佛陀纪念馆 我们谢谢如常师傅的应许 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展出两个月的时间 真的非常非常荣幸 但再来我就是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妙心师傅 在去年七月的时候 跟我们石雕艺术家来到了佛陀纪念馆 来到了佛光山 所以今天有第二个主题就是回家十句 我们花莲的石雕艺术家 把他的作品来到了佛陀纪念馆 来展现给大家 所以今天能够到高雄来 有这么多花莲人 大家包着车子来 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把花莲一切的美好 分享给大家 所以这次呢 把花莲姓把最美的石头 跟这个最好看的这个石雕 展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非常感谢这份姻缘 让大家能够欢喜 这次回家十句精选的石雕博物馆 馆藏作品有25件 九眼石城则是 征集了花莲石艺协会石油典藏的 玫瑰原石 台湾玉 奇雅石 图案石 表框石化 光化 东海岸玉石 还有雕刻金瓶等120件 展出的作品呢 都是以佛为主题 有的抽象 有的具象 有的是雕刻 甚至于天然画面石 显现出佛的样貌 还有各类陨石及装置艺术 总共有将近200件的作品 佛陀纪念馆 也特别提供了优质场地 让大家在善美的环境当中 可以体会艺术之美 花莲县政府和佛光山 在展览交流上 开启了深远的合作关系 期许未来还有更多 馆季交流机会 你来自哪里 美 持宝 绿 美 都美 我们邀请更多的老朋友 来看展好不好 好 记得讲邦彦 高雄市报道